观影团的现场 以及主演黄博 贾玲 朱一龙 王湘 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这个中天最温暖 最治愈的这部电影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拿到电影票了 而且已经安检通过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逃遍用户观影团的现场 一起去看看大家怎么看这部电影吧 走 那就是这个厅自下来我们就要进到影院现场了 好 我们选择一条 对 好 好 汪姐的通知 起来你们打 加油 哦 加油 我喊加油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别看我电话还原来 23号刘亚兰 我打一打 打 我打不上了 谢谢你 哈哈 我打不上了 谢谢你 欢迎我们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的导演》薛晓璐 我们的篷子来了 还有叶老师朱一龙 还有金发表 还有藝老师朱一龙 还有假灵 王肖 来 我们的这场主创都到齐了 这场离这么近呢 这个确实有点要拥抱的感觉 待会我们可以隔空拥抱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请所有的主创 跟我们淘飘飘优酷观影团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观影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特别特别感激你们来看这部电影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第一波观众的这个 很重要 口碑很重要 这个你们是最重要的 希望多帮我们宣传 谢谢你们 谢谢 希望这部电影能为大家带来一些温暖 谢谢 谁三爪了 太厉害了 三爪 你是电影局审片的呀 还蛮点音 看了很多场 我是朱一龙 然后在电影当中 饰演角色叫叶紫阳 叶老师 希望传统朋友拥抱 你可以在这个冬天温暖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 谢谢 我是王霄 在戏中扮演的是马杰 希望影片能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感谢你们的支持 洪波老师就是我 其实就是我关注您很久了 然后之前看您在微博上发了一个 特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就是用电池购物的方式去 教所有的老年朋友怎么去防骗 一起也用电池购物的方式来 推荐一下我们穿过很多拥抱 你这部电影呢 我跟你说最近你这个创作难度 不低于贾琳最近在春海上 创作小品的难度 你知道吗 应该要叶老师来为大家演一个 那个电池购物 对对对 开玩笑 开玩笑 叶老师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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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还在看戏 你突然一下发到自己身上有点 一下慌了 不是这个话题已经到你那了 那个我可以 我可以 我真的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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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签字 对要不然你 你别别别 难道不是春艳吗 好谢谢 五哥还有我们叶老师这一对 这两位角色 真是同意你 对 我也给二位准备了一个特快专递 一份下道生面 咱先把这些看 哇 电影的时候 然后下的蛋是什么 就这份感动 这要是不把它吃完了 真的 叶老师主动点 叶老师 叶老师 蜓哥 坐一会儿 没有 叶老师 你有一场面 啊 干不干不知道 我就看着有点热 你知道吗 你 要深情 要对视 哎呀 刚不吃料了 我一头的汗 全是追隆的粉丝 哎 你的就是得不到 我会穿过寒冬拥抱你 我会穿过寒冬拥抱你 在大雪纷飞的世界里和你相遇 带着音乐和善意 然后一起走到下一个春天 一起迎接春天的天空 咱们一起祝影片大麦好吗 3 2 1 祝影片大麦 辛苦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我中考那年经历了非典 所以我当时也觉得好像又一次非典要来了 然后心里有点很忐忑 然后记得那一年的春节就是在家里 然后带着孩子一起煮饺子 煮自动饺子 其实疫情刚爆发 我自己的话是正好在国外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担心家里的人 薛小鹿作为一个女性导演 她体现了这种人文光滑的细腻 还有温柔 然后让我们带着一种温暖的感受 让我们回顾了当时的武汉的那种状态 所以还是很感人的 最大感受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吧 一个就是更关注于女性 另一个方面就是更关注于小人物 就是在疫情中 其实很多女性她们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部电影其实我看的时候有特别多的泪点 就看得我热泪盈眶的 但是让我更加感触比较深的 就是说这个电影里 大家其实都互相之间还有一点幽默在那边 黄博老师饰演的勇哥 就觉得呢一个普通人 其实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英雄 都可以做一个行侠仗义的一个大侠 我特别喜欢五波和叶老师那条线 因为这条线是最具浪漫色彩的 在我心中 而且我感觉朱一龙饰演的叶紫阳 这一次既是白月光又接地气 我觉得最感人的镜头是 爷爷给奶奶送饭的那个镜头 然后两个人保持了一个距离 但是她们所有的情意还有温暖 全都在那个饭菜的味道里面了 刚开始还是有一定的违和感的 但是她体现了就是她的这个喜剧的元素吧 然后后面觉得还是很感动 喜欢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可能灵姐演出了那种 我心里想到那种就是女孩嘛 不管什么年龄嘛 什么处境 都会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还拥抱家人吧 2021就快结束了 然后我最想拥抱的还是我的家人们 就是这一年都漂泊在外 没有机会去陪陪他们